自家 四年前的今天 我还不认识你 当时 咱们学校的图书馆 发生地震 好多人都往外跑 馆长也受伤了 我就记得 他一个人坐在门口哭 说 好多珍贵的资料 还没来得及往外搬 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见有一个女孩 和我一起 一趟一趟地 从资料室里边往外搬资料 最后终于把 所有的资料都搬出来了 我呀 坐在操场上 一大堆资料的中间 正好 这个女孩就坐在我对面 她满身都是灰 我甚至都看不清楚 她长什么样 但是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 将来能娶这个女孩为妻 一定会特别幸福 将来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挫折 她一定都不会抛弃我 同样我也不会抛弃她 她想到这个时候 那女孩突然就哭了 眼泪 就在她脏兮兮的脸上 冲出了两条泪沟 但是因为我一年多的笔记没了 补了一年的笔记呢 你看 后来 我就和这个女孩 一起补了半年的笔记 最后 她终于答应做我女朋友了 得多亏这本笔记本呀 是她给了我机会 我还以为她丢了 当然不能丢了 当天晚上我就去把她找回来了 你进去吧 当时余生那么厉害 会死人的 小傻瓜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吗 你以后不许再干这种事 知道了 余佳 当时我其实是和搜救员一起进去的 确实晃得很厉害 但是你不是告诉过我吗 这个笔记本对你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得把它找出来 但是因为这个 这是我妈画的 但是我妈我爸 我们一家三口都还没有分开 对不起佳佳 我以为你说的重要 是里面的笔记 要是早知道是因为这个 我早就应该拿出来给你了 宝贝是而不得 我今天怎么那么开心 跟过节一样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那你等着 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要给你 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要给你了 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要给你了 我因为你而改变 我没有你的明天 只能叫将来 有你的明天 才能叫未来 在我生命余下的日子里 我愿意永远守着你 爱着你 佳佳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佳佳 你愿意嫁给我吗